直銷是一種怎樣形式的銷售方法呢? 其實根據世界直銷協會聯盟的定義 直銷是一種銷售的渠道 而產品是沒有需要經過出口箱、零售箱、批發箱 而直接將產品銷售到顧客的手中 簡單來說直銷是一種人傳人的銷售模式 而銷售的時間和地點也不需要受到限制 那換而言之,參與直銷計劃的消費者 會擁有自己的人際網絡 從而透過銷售產品去賺取用金 但公眾很多時候會將塵壓式計劃和直銷計劃誤會 那我們怎樣可以分辨這兩個不同的計劃呢? 正當的直銷計劃 參加者基本上不需要繳付龐大的費用 我們鼓勵參加者首先要熟悉產品的特性和市場需求 從而決定是否建立自己的網絡 而陳壓式的計劃 參加者是需要繳付龐大的費用 我換而言之,參與直銷計劃的利潤 是來自參與者和他的營銷網絡 可否成功出售貨品有關 但對於陳壓式的計劃 就是透過不斷招收會員 收取會員費,從中抽擁 這樣和他們有沒有真的收出一些貨品呢? 是無關的 是的,Samuel 正當的直銷行業 其實非常注重產品的質素和我們的形象 所以來說,一般產品的質素也是比較優質的 相反來說,陳壓式的計劃 產品只是一個煙霧 所以一般來說,產品的質素是比較參差的 正當的直銷行業來說 亦都提供7天的冷靜期給我們的顧客 7天之內,顧客對於產品如果滿意的話 其實可以退回我們的直銷人員 而直銷公司也都會提供一個很完善的退貨制度 是給我們的參加者的 相反來說,陳壓式的計劃也是不設冷靜期 還有他都有非常苛刻的退貨條款 所以現在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方式 特銷售的感覺 很 wert的